正当川普在华府对支持他的死忠群众致意 依然不承认败选 企图翻转选情之际 由中日韩澳纽河东协十国河组合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正在越南完成签署 这个经济伙伴的组成具有多边相助 同舟共济的意义 不还为对川普的单边主义当头棒喝 请看评论 RCEP早于八年前即倡议 目的在于通过参与国之间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 以建立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区 中心思想正确 尤其是参与国在十年内把关税降至零利率的目标更是不凡 所涵盖面向广泛 包括各国经济技术合作 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等各领域 朝向多边主义与合作 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前进 对各国都产生了重大的改变 所以必须经过各参与国政府的核准才能生效推动 前景可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参与RCEP的15国人口共有36亿 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15国经济总量达27万亿美元 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% 其贸易总额也占全球三分之一 所以俨然成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影响力远利福建 这对美国所造成的冲击相当大 也是拜登的新政府上任后所要面临的重大考验 远在奥巴马主政时代 美国为重返亚洲 曾召集亚太国家筹组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 以围堵孤立中国经贸实力 但在川普上任总统后 改变美国经济政策退出TPP 对亚太国家改采一对一签署自贸协议 试图为美国获取最大利益 对中国方面不惜提高关税来打压贸易战 如今川普处心居立想把中国排除在全球生产链 之外的企图在RCEP成立后显然已完全不存在了 现在拜登上任后必定要改选一张 重整被川普搅乱的国际秩序 振兴全球经济合作 并且重视亚太经合组织AEPC等等 先让美国重返以改名为CPTPP的TPP 才可以让美国与亚洲新兴经济体合作 而且更重要的是 只有修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全世界其他国家才会获得更大的收益 美国才能够真正的伟大